the best 賴清德 動算 謝子涵 動算 民眾熱情揮奇 高呼動算 甚至緊握賴清德的手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輔選綠營立委選情 二十四號晚間到台中 分別拉台謝子涵跟謝志忠 我們並沒有怕疼 中國對我們的態度 但是我們是現在沒有看到 我們國內 自己的國會議員 沒辦法團結 台上再打國安主拳牌 賴清德即便講到稍微騷瞎 還是賣力開講 就在藍白河大戲分手收場 以及郭台銘退選後 二零二次大選三強爭霸 藍白河的戲馬 已經演了幾個月了 昨天的完結篇 更是高潮迭起 不過也更讓國人看清楚 所謂藍白河 並不是真正為了國家 也不是為了人民 其實只是為了政黨的利益 奔贓權利而已 賴清德火力全開 但就怕被說選戰堂的選 他在強調會全力爭取民眾支持 不管我們是一組 對一組還是一組對兩組 我們的競選的模式都沒有改變 我們都是要做最好的準備 三組當中我們這一組是最好的 我們是最好的 引用蕭美琴在國際記者會說法 強調賴蕭配是最好組合 而國民黨侯友宜副手找趙薩康搭檔 但他身兼中廣董事長不請辭 僅請假外界擔憂會影響選舉公平信 這個問題非常的嚴肅 如果趙薩康沒有辦法自我要求 那我倒想知道何友宜的看法如何 2024大選全新戰局藍綠白陣營各就各位 一較高下 三十五 曹盛章 黃燕傑 有人駁台中參謀島